新生文化生活典範 好 新生文化生活典範 也就是說在生活中 可以應用到的東西 我們同時 去年我剛剛講 我們在做一些文化生活圈 跟所謂文化館的研究 就在思考這事情 文化融入生活當中 所有的文化 創意產業融入生活當中 所有的商品融入生活當中 它才有機會發展 然後呢 現在呢 兩個口號 在所謂的典範生活當中 兩個口號 一個叫 think simple 一個叫 think single think simple 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 成語叫反圖歸真 簡單就是美 少即是多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個意思是說 假如你今天的產品 能夠很直接的 打到某一個功能 或者某一個所謂的一個 課程 在很多的產品趨勢當中 它是最有效的 那 複合性多功能的 其實目前在 某一些產品上 它是很難的 很難有效的 或者是很難去 去抓到那個特定的 那個你要的出去 所以它反而變成 不太有機會去發展 那所謂的 think single 這個事情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整個家庭結構改變 所有的單元 原來談的家庭單元 慢慢都回到個人 這個個體 因為每一個個體都很獨特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所謂的 多元化客製化 這個東西會變成很多商業行為 發展的核心價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現在在網路的商務 電子商這塊 或者在所謂的真實的產品 的一個操作上 都盡可能的希望 它很清楚的去定位到 是誰在用 誰來用 怎麼用 很明確 好 那就是在形成 這一個模式 跟生活點半 好 那在這樣的架構下呢 所以 開始思考 這個信念帶來新幸福 然後信義房屋 要等於一個 新幸福生活的一個點半 各位有注意到 信義房屋之後 兩年前開始的廣告 從那個沙沙那個開始 大概三十歲到五歲的理性 應該會有注意到那個廣告 然後沙沙那個廣告 又是一個單身女性 跟男朋友分手搬出來 自己找自己的房子 然後到慢慢它發展到現在 還是強調那個 幸福生活的美好 然後只是它可能 男生在大陸工作 女生在哪裡 一系列廣告工程 開始退這事情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調查 發覺 這個東西我有點不太相信 他說現在目前 做主買房子的 超過六成是女性 這個當然對於男性來講 這自尊有所傷害 他說現在做主買房子 超過六成是女性 那我其實私底下相信 這是真的 所以他們現在大部分的廣告訴求 都在以女性為主的處罰 在敲這一塊 然後敲出來 所謂的新幸福生活 什麼是新的幸福 怎麼定義 那因此呢 在這個階段 他們的幸福行動計畫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向社區學習 那這一個口號呢 其實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它是一個口號 而是它是應該真實操作的 我們也很希望 今天在跟各位分享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了解 向社區學習這一塊呢 其實台灣過去將近15年 從1994年 1995年開始 一直在做的所謂的社區中的營造 所慢慢發展的成果 台灣的社區呢 我們估計呢 至少比大陸要進步20年以上 跟日本的社區呢 其實差距已經不大 因為民族性的不同 在做很多事情 當然是不一樣 可是呢 整個在操作的過程中 台灣社區在一些所謂的 手法 所謂的 對於這個所謂的 公共性事務的一個認知 跟所謂的素質上 是非常強的 那這一塊呢 是我們相信 未來 在所謂的大中華生活圈內 遠遠遠勝過大陸 香港 澳門 甚至新加坡 新加坡的很多社區是靠 嚴巡禁法建構前 好 那所以在這一塊下去 台灣這個機會 它會是一個 生活最充滿 動態 活力 跟所謂的一個熱情的地方 而那個部分呢 是建構大家 有一個共同生活的規範 跟基礎上 假設 我們不再去管 所謂的政治議題 甚至連選舉都不是我們關切的事情 我們只管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向社區去學習生活的那一個典範 如何去好好的過生活 而不是過日子 那 這個部分 就可以形成 各位未來最棒的利基 你會形成一個商圈裡頭 一個商店裡頭 具有一些典範性的生活 而這個生活呢 是所有人都願意來體驗的 好 那在這個狀況下呢 它形成的就是一個 以信任為基礎的 幸福生活社區 那所謂的這個 今年的一個slogan 就是我們講的 向社區學習 生活好幸福 用互行互助基礎 擴大參與能量 然後而且還加入 事工的能力 培育 那整個的概念 是這樣的想像 透過這更多的參與 甚至我們稱為 叫責任分擔的過程中 去學習成長 形成一個公益平台 什麼叫公益平台呢 其實我們很希望 在很多的商圈或商店街 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商圈或商店街 都有很多布告欄 對不對 布告欄呢 它可不可以形成 很多的訊息交換 而這個訊息交換呢 包含一些人力資源的交換 包含一些公益的交換 甚至包含一些工作的交換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NPO NPO組織 在有一個事情在運營 比如說 我參與一個單位叫 台灣社區培立學會 我們可能有五個專職工作人員 可是這五個專職工作人員呢 老實講這個學會養不起 五個專職工作人員 一個人一年養了四十萬 五個就要兩百萬 兩百萬的經費 從哪裡來去養這個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能就會跟其他的幾個單位 比如說 什麼工作室啦 什麼文史工作者啦 什麼 我們大家共同來養專職人員 那這些專職人員呢 他有一點點像派遣人力 可是他又不是 他是在 在這些組織當中 大家共同來去應用 那所以我們同時可以維持 五個非常具有經驗的專職人力 然後呢 做的事情非常有品質 可是呢 又不用擔心養不起他 不思議 他在這是什麼 我可以做的事情 你懂得他 那要從一年來 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可以打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